缅甸军政府在这次缅北冲突中表现确实极为拉垮,明明它拥有数十万兵力,却就是没办法阻止只有数千人的果敢同盟军,这不由得不让我们怀疑,缅甸军政府到底能不能保护整个缅甸的安全? 缅甸作为一个拥有5400万人口的国家,其军事实力应该并不弱,据称其正规军达到50万,另有15万准军事部队,令人惊讶的是,根据美方最新情报显示,缅甸实际能占的正规军仅15万,其中战斗兵员仅7万,这一数据让人质疑缅甸军政府能否继续维持其统治。 近期果敢同盟军以反电诈为由,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抵抗战争,这场战争犹如星火燎原,可能对军政府构成严重威胁,值得注意的是,缅甸第二大武装力量支持昂山素季,这位美西方认可的领袖可能在此次战争中成为最大赢家。 国敢同盟军若能成功恢复在国敢的自治,将有望瓦解缅军在缅北近十余年所建立的秩序,这对于我国来说无疑是一件有利之事,一方面这有助于提升我国在缅甸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这也将有利于我国边境的安全。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缅甸军政府的力量,尽管美方情报显示其战斗力不强,但其在缅甸国内的统治地位却是不可忽视的,此外,电的军事装备主要来自俄罗斯和中国,其军事实力并不弱。 在此背景下,缅甸的局势变得愈发复杂,国敢同盟军的抵抗战争不仅可能改变缅甸的政治格局,也可能对我国边境安全产生影响,而缅甸军政府是否会在这场战争中坚持下来,昂山素季是否能借此机会崛起,都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现在缅甸的局势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其国内的政治斗争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甚至可能影响到周边国家的安全,然而,这也为我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即通过合理的外交策略,推动缅甸的政治改革,实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现在的缅甸军政府,虽然和我们有一揽子的经济协议,但从骨子上来说,它还是希望搞出大缅族主义的,这就让它没办法代表整个缅甸,国内反对它的势力实在太多,如此一个战火不断的国家,对中国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而国敢同盟军毕竟属于汉族。 从骨子里,就有着汉族大一统的思想,或许如果有一天,他们能够掌握缅甸政权,不会继续搞缅族这样的大缅族主义,到那时候缅甸才会真正安宁下来,才会真正和中国人一起过好日子。 此前,我海军编队曾经到访缅甸最大的城市和港口仰光进行友好访问,而就在我方计划的为期四天的访问活动结束的前一天,缅甸当局领导人明来公开表示, 由外国专家,帮助缅甸的民帝武势力,对缅甸当局的武装发动了袭击,缅昂来缓解事撑。 这些外国无人机专家,参与了抵抗武装对缅军哨所的袭击,在这些外国专家的帮助下,民帝武多次使用无人机投掷炸弹,致使缅甸军方不得不从一些阵地撤出。 首先,使用无人机袭击这种方式,早就已经不新鲜了,几年前的亚阿战争之中,阿塞拜疆就多次成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亚美尼亚军。 而且,在俄乌战争和近期的八亿冲突之中,无人机的运用也已经非常普及,在全球任何角落,我们都能够看到无人机爱好者的身影,各种民用无人机也随处可以买到。 因此,缅北武装使用无人机并不是什么怪事,反倒是缅军对这种新战法的反应迟钝,才更应该自己反思。 另外,缅来口中的外国专家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只要有意愿,给待遇就肯定能请得到。 而笔者认为,这些参与缅甸战士的外国专家很有可能来自美国或者西方。 首先,美国对于俄罗斯关系不错的米昂来当局的厌恶人尽皆知,此前,美国就已经公开宣布对对缅甸石油和天然气企业,MOG,实施制裁,该企业是缅甸军政府最大的单一收入来源。 美国此举无疑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也打击了缅昂来当局。 另外,美国这些年对缅甸一些反对缅甸当局的武装的支持也早就已经是明目张胆了,就在今年7月。 如今,正在与缅甸当局武装交火的民盟,就向美国提出了价值5亿美元之多的援助,包括购买无人机、装甲车和雷达干扰设备的资金。 另外,民盟的领导人昂山素季与西方的关系也非常不错,还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这无疑说明了西方对他的认可。 这一组织还在今年2023年2月18日正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设立了办公室。 而如今民盟的保卫军正是对缅甸当局发动打击的武装之一。 另外,缅北的一支民地武,克勤军也一直都与美国的关系非常不错。 在克勤军之中,当地武装把美国人盗来肉麻无比地称为是迎来了象征着自由的海鹰,这是因为该武装信奉基督教。 而美国曾经专门派人将翻译成缅甸文的《圣经》交到了克勤族族长手中,从此克勤族变成了上帝的子民。 也正因为如此,克勤武装就成了美国和西方在缅北的代言人。 在装备上,克勤军也基本上是全副美式装备,与苏俄制装备为主的缅军和缅北其余武装相比,显得格格不入。 克勤军装备的武器主要有陆军装备美国陆军退役的MP5SD冲锋枪和M16V4步枪、M249机枪等,甚至还有传闻称该武装至少有1-2辆美军现役的M2布雷德利装甲车。 可见,在这种情况下,美军支援其一些无人机和无人机专家也并非不可能,毕竟早前就有过美国的军事顾问出现在克勤军辖区的情况。 而目前,西方已经有不少媒体已经开始欢呼缅甸军政府岌岌可危了,由此可见,如果说真的有外国势力干涉缅北战事的话,那么也只能是美国和西方不怀好意的势力。 而我国一向坚持热爱和平,也绝对不可能干涉别国的内政,我国也从未公开表示过对缅甸任何一方的明确支持,而我海军舰队出访缅甸也只是一次例行的友好访问,目的是为了拨洒和平,促进两军之间的友好交流。 我方对于缅北的电炸是要坚决打击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们会支持民地武。 缅甸内战爆发号 中国高度关注,先是解放军宣布在中缅边境中方一侧组织时兵演习,而后又率海军舰艇访问缅甸,向缅甸各方释放明确信号,随后,缅甸政府军猛攻缅西重镇包多,试图重夺控制权。 与此同时,两支缅北民族武装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停火,缅甸局势似乎正朝着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 自缅甸军方领导人明昂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成立军政府以来,缅甸局势一直不太稳定,刚开始指示民众抗议,后来逐渐演变为内战,各方武装势力打得不可开交。 对中缅边境中国编民的生产生活构成严重影响,严重威胁中缅边境的安全稳定,在中缅双方配合打击电炸,将明家等犯罪集团一网打尽之后,中国解放军开始行动,致力于维护中缅边境地区安全稳定,保护编民生命财产安全。 就在缅甸各方武装势力打得不可开交之际,解放军宣布于11月25日至28日在中缅边境中方一侧组织时兵演习。 这次时兵演习主要是检验解放军战区部队的快速机动能力、边境封控能力、火力打击等作战能力。 同时向缅甸各方展示,解放军有维护中缅边境安全稳定的能力与决心,让其莫要低估解放军的决心与意志。 军事专家宋忠平指出,解放军这次士兵演习并非针对缅北电炸,因为处理电炸犯罪集团,这是中缅双方公安部门的职责,而解放军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要知道,目前正是缅甸的旱季,有利于缅军对缅北民族武装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意味着缅北战士会更加激烈,炮弹不长眼,保不其会飞行中国境内,对中国边民生命及财产安全构成威胁。 中国不干涉缅甸内政,不支持缅甸内战交战的任何一方,解放军组织士兵演练,其实就是在警告交战的缅甸各方,千万别把战火烧至中国境内,我们解放军已经严阵以待,如果战火烧至中国一侧,我们会立即采取行动加以干预。 同盟军必输,但是到最后,缅甸来会给彭德人一个好的退路,昂山素季最惨,别看进来同盟军打得这么好,缅军边打边退,其实真正的大战还没有开始呢。 缅甸来深不可测,远比彭德人更加优秀。 第一,缅军有钱,有战斗机。 军舰等重型武器,全国大城市都在缅甸来手里,而且缅甸来统治缅甸多年,根深蒂固,缅甸各地还有很多地方军阀支持缅甸来。 反过来同盟军没钱,只有几百架无人机,几百根炮管跟手枪等,还越打越少,行军打仗靠的就是钱,没钱谁跟你玩,去哪里买武器。 两军的财力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 第二,缅甸来政府其实跟大国关系并不差,大国没有合适的人选替换他,更加不希望缅甸来彻底倒向西方。 缅甸来政府还是有不少聪明人的,一直以来都跟大国合作搞经济。 搞建设能源管道等,前几天的军演跟军舰友好访问,表明上缅甸军方还是非常欢迎的,这侧面证明大国没有让米昂来下台的想法。 第三,缅军拥有40万的海陆空军,还有15万后勤部队,外加各地军阀数十万,大家都以为各地军阀联合打缅军,这是真的,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军阀是支持缅军的。 同盟军人数太少了,只有几千人,加上两个兄弟部队,也就二、三万人。 而且,同盟军的两个兄弟部队似乎已经完成目标,他们准备在攻打老街结束后,就开始退场了。 目前缅军的主攻方向是昂山素季的人民保卫军,按照人民保卫军的综合实力,最后也逃不了被灭亡的结果,昂山素季虽然彭德人更有号召力,但是他的联军也无法面对同盟军的权力进攻,现在米昂来正在退出果敢,权力打击人民保卫军。 这是彭德人最好的机会,一举拿下老街,并且在老街高度自治,我想米昂来会给他这个机会。 毕竟大国的面子米昂来得给,这也是彭德人的退路,他也不能再前进了,至于其他小军阀武装。 敢与缅军做对手,以后都得跑回山了当山大王,昂山素季在人民保卫军战败后,他的下场会最惨。